阿里亚斯路加嘴论坛进入第二天 与会嘉宾就金融开放制度创新等话题展开讨论 不少外资金融机构表示 中国推进金融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为世界市场提供了新的机遇 这两天的路加嘴论坛释放出金融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 服务实体经济以及加大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政策信号 多位国家金融管理部门的负责人都不约耳同地表示 要壮大耐心资本 推动资金 资本 资产 良性循环 加快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便利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证券投资 我们正在修紧相关资金管理的规定 进入简化和完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管理 支持壮大耐心资本 我们有非常多的人才 不仅多而且面广 我们积累了大量的资金 这些资金可以转化成资本 我们经济现在是全球第二大 对任何一个创新企业 我们都提供了巨大的国内的应用市场 这个很重要 记者了解到耐心资本更加看重资产的基本面 及其长期发展 这与不少外资金融机构的投资理念不谋而合 他们看好中国市场的增长潜力 正在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资 我们也看到中国的金融管理机构 在这几年特别是愿意放开这个百分之百控股的那个限制 在这方面我觉得对国际金融机构能够长远 在中国投放机缘长期生肝 做出这个长期投资是有很大的帮助 中国的高速增长的经济和一个现在一个转型的经济状态 其实有很多的机遇 包括了新能源 包括了高科技 都是其实全球的我们的投资的这个分配里面 很看重的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